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明显 现在市场的整个来讲 当然我个人觉得每个品种应该是越来越趋近于那种小幅的运行 这个的话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说虽然在上周吧 有一个非美的一个大不上行的过程 但是它没有一个延续性 然后又回归到了一个震荡 那这样的行情的话呢 是属于正常的 我一直强调这个地方 当然有人讲 为什么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波段运行 其实这个要看不同的定义 如果按照大多数人 或者是按照我们刚开始做几年交易的话 其实像上周 当然像之前这个黄金的大幅上涨也好 或者各个品种的大幅上涨也好 那么它主要是因为是在我的一种思考范围内 不是在交易的范围内 但是进入到我想去交易的时候 唯一就要观察市场是否能够进入到一个波段运行的状态 是这么一个道理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震荡和波段在交替的过程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交易者来讲 对震荡和波段的这个定义是有区别的 确实是有区别 因为你刚开始做交易 我之前也强调 我说你去看的一个空间 大概就在50个点上下 超出50个点以后 你就会变得没有把握性 那么通常来讲 你的波段的空间可能就在50点附近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话 你可能会走到100点 再有可能会继续的向上去推 所以这是一种过程 所以每个人其实有 我希望大家可能有时候听我讲这个 什么是波段 什么是震荡 很多人说 因为这是一段行情 那么这是 就是所谓的这种 对市场的认知情况下 对于市场的这种定义 可能会因为极次大小 空间的大小 会产生区别 所以老的同学 对这一点是有体会的 因为一般我去等待一个行情的时候 我会反复的去分析一些小的一些变化 好 那我给大家解释 因为今天班友特意去问我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的核心理念 我觉得还是会是市场认知 其实会是从小到大的一种过程 就是很难你从一上来就直接跳到很大的空间去进行思考 然后进行操作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它不稳定 那么只有从最小的地方一步一步建立 那么到了比较大的周期 依旧的一种稳定性 这个是我以前一直在讲的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白天有同学问这样类型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白天的话呢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数据 这个数据啊 其实出来以后呢 确实是 它其实是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很意外的一种数据 对于市场来讲 因为本身它的就位人口 增加幅度是超过预期的 但是失业率反而上升了 那这说明问题是什么 说明可能 也许 这个季度 就是上个月吧 上个月可能 新增加的就业人口 啊 基数可能增大的幅度 比较大 那具体的话 因为这上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 啊 所以我们 无从得知 那么 那么我们就去 至关的理解它就可以了 那从这个数据的表面来讲 啊 数据的表面来讲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对 澳币是一个利空的消息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是 利空有没有 有啊 确实是有一个下端的过程 那但是呢 它没有能够延续性的下端 就是 在 大概在 啊 这个消息过去 半个小时以后 那么市场就开始进入到了 拉升 特别是啊 跟它相关的比较大的纽币啊 大家能看得到 那这个的话实际上 是我希望看到的 就是 昨天在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地方 进入到一种逆转思维的状态 啊 昨天可能没提到这个词 这个词的话 啊 是我也是 一个概念 逆转思维 就是到了某一个 区间的时候啊 比如说市场 以后可能会下行啊 或者早晚啊 就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下行的动作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逆转思维 那这个逆转思维就是让市场 认为它是会 上行的 不会下行的一个过程 这一点的话 估计 在之前的一些交易当中 我已经反复演示过了 那么 这一次的奥币的失业率呢 好像有点这么一个苗头 因为失业率 是一个不好的啊 那么去年一整年 我们知道去年一整年实际上 失业率是在下行的 但是到了去年的最后一个月 反正我们知道 这个月公布的是上五月 其实是12月份的 反而是有所升高 有所升高 有所升高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觉得 我们如何的去理解这次数据了 那我昨天也讲过 如果出现利空的数据 反而后面会上行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 其中一种类型 就相当于是给市场告诉的信号是 虽然我是利空消息 但是现在非美是属于很强势的状态 虽然利空 但是依旧回到了一种上升的状态 这个挺好的 那以后你再继续分析具体的盘面 那种市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好 那么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数据啊 那么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市场里边最近 还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消息 特别大的一些消息 包括美国这边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这边的话呢 现在可能已经没有耶伦的一些信息了 但是下个月的时候就是耶伦的正式的移证 怎么讲任期结束吧 然后新的演出主席就要上台了 这个 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是一个市场要关注的点 因为新冠上任三把火 这个可能在国外也好 在国内也好都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点是否能够有所改变 就是它整个今年的 因为它要做一整年的一些报告嘛 那这报告当中就会影响市场 到底它是一种偏向于鹰派的 要继续的大幅加息 还是像之前耶伦讲的啊 除非是耶伦讲的 我的加息条件是通胀锐要达到水平 我才会加息 那么这个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实际上呢 如果市场在一二月份 进行一些继续的横向的动作 实际上是正常的 因为美元这边出现了一个不确定性 然后呢 要等待新的行长 新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 上台以后 他所公布的未来他的一些政策 有人说 有人可能 我们知道 之前的看法是新任的联储主席 会和耶伦的有点相似性 就是他的整个的政策各方面 但是 这就好像是 你没上台之前是一个样子 你上台以后 他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会有可能产生变化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比如像你说像 比如说像现在 国际市场闹得很凶的 像台湾的问题 蔡英文上台以前 一个台上台以后 就变了 立刻的转变为 现在一种 台独的这么一个 一种一种概念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变化 所以一定要等到他正式公布他的 对市场的看法 那么这个才是最直接的东西 所以到下个月 任期结束 那么就 一切可能就比较的明确了 好 那目前实际上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东西 那我们从盘面上去看一下市场 好 那么这个是扭币在过去一天的走势 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是在 0.7270附近 昨天晚上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通行 不管是它还是其他品种 当然它是有破坏的 有些品种没有破坏 那时间 凌晨3点钟 什么时候开始拉升的呢 12点多 12点多 就12点一过 12点到3点钟的时候创出这个高点 也就是讲实际上 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看到这个过程的 你们有人昨天晚上看到这个过程了吗 就是你亲身的去看盘 没有睡觉 我问一下你们之中有没有 看到一半啊 没有办法看完整对吧 一般来讲的我只能讲就是这一段 你可能看到前半段了 你感觉它上去了 就觉得可能要长了 然后你可能就休息一下 对吧 等到早上前一看又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种 心理状态 那么大部分人可能是最多只看到前半段 可能像我的话可能前半段都没看到 我起来就看到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走势如果你不忘后看 你只单看这个很像是一个假的突破 假的突破 但是原问题就在于这 问题在于如果是假突破的情况下 高点附近有多单吗 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没有 那么它走这个走这个形态的目的是什么 包括它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消息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出现消息 它是向下运行 但它并没有跌穿这个点 那么也就变成了实际上 这个地方如果从直观上来看 像是一个反转的结构 假突破下来 但它没有跌穿 那么这个白天的话 我记得有同学在群里面也问 这是我当时给大家建议 我觉得这个地方盘感不对 出现的时间不对 如果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出现的时间 这里是每盘的快速拉升 而且形成了一种要去追高的一种态势 并且突破以后有人去突破买入 没有 没有 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不太对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有另外一层的含义 就是说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上涨的时候 我们多数人也没有做到 做单 那就意味着它还可以再向上运行 但它却是可以打击到下方 在这个部位上做空的一些单词 因为这是一个看似像是一个下跌的过程 那么打击到的时候呢 问题是它有办法直接将这个地方的单子请出去吗 没有办法 因为空间太小 空间太小 一共不到100点的空间 除非你是到这个最低点 就算你到这个最低点到最高点都没有100点 这个是无法完成去触发止损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来思考一下 通常止损有两种概念 一种是它会扛一轮 如果再突破 可能会触发止损 这个什么概念呢 你看 在下方的人去 今天看到消息出来以后 最低点打到44 其实是浮营的 如果是你在这地方做空 比如说80以下做空 这样是变成浮营的 那由于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假的假性的一个突破 所以通常在这个附近扛过来的人会持有它 实际上市场已经给你一次空单的走单的一个机会 你没有走 那有可能就会进行一次拉升 那么一般来讲呢 进行这样一次拉升的时候 还是能够扛得住 但是在一在二不在三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莫德行情是一个 要走三个高点 就是像你第一次 希望给你浮营的机会 你没走 第二次可能再给你一次拉回 你还不走 那么第三次再拉升的时候 好吧 这个形态化等完整 你就刚好承受不了去进行止损了 如果你不止损 那价格 当价格开始 终于回落 再回落到你的进场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平掉 因为形态上非常像是一个要向上突破的行情 那么具体背后的逻辑可能还有因为要 如果走出来以后 可能还要借鉴其他屏幕走势 比如走势什么 比如像 如果从运行的结构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英镑有破坏 欧元没有 欧元没有 就同样一个时间点 然后澳币有 澳币有 好 纽元有 黄金没有 黄金没有 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不是所有品种都在这个时间点上涨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去看选择了 我是选择准备做空谈的 当然你说英镑 澳币可可以 那么这就看自己了 就看自己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是 细微当中 那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砸呢 就是他可能市场认为上方的空间可能已经不大了 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要完成整个对市场的一种思维的转变 所以会走出这样一个计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好 那么我们看到 好了 第一个 第一个 对吧 第一个是什么 是利空消息 澳币失业率增高 利空消息下跌 但是反向拉升了 就变成是利空的消息 被市场认为跌不动 然后又上涨了 这样的话 对于大多数人建立一个条件就是 你看他跌不下去 又上行了 再等第二个 可能第二个也可能是利空的消息 然后上行 也可能就是 有时候做完形态回落以后 有一个利多的消息 上升 然后上升 有一个利多的消息 到顶部 然后到那个时候是没人敢去卖出的时候 然后进行卖出 那有人说 位置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点就比他高11个点 这就是压缩的空间了 它不是一个 一二三可以延伸的 所以 它 也可能是 上去 下来 再上去 再升跌下来 到最后末端的时候 可能会有 连续的 或者 不是利空 看涨 就是利多直接上涨的消息 然后可能是顶部 但是空间 我无法确定 空间无法确定 有可能会 这个只能讲 有可能会破 有可能不破 有可能会破 有可能会破 有可能不破 但是如果假设 有一种条件 比如说 到了某一个高点 然后发现 澳币破 因为澳币离去年的高点 只有100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只有100点 那最高点算多 就是刚好有100点 而纽币呢 纽币的话 按照现在来讲 还有100 还有将近250点 还有250点 对吧 没错吧 所以 会不会是 市场最后 做出来一个结果 就是 做出来一个形态 就是 澳币破掉了去年的高点 但是 纽币最后没有破 但是因为市场认为 澳币已经破了 纽币也上涨 而认为 纽币会破的 那么一个时间的 一个做空 纽币的一个时机 这个 是有这种概率的 那么 那么 从 形态上来讲 我觉得 这个也能说得通 为什么说得通呢 纽币 纽币如果从这里 算是 反向破位 那你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 倒式反转 同一版 就是 已经破掉这个点了 破掉这个点了 算是一个倒式的一个反转 你可以认为 这是上涨 这是拉回 这是再下跌的过程 下跌 拉回 再下跌的过程 那实际上 澳币呢 也许它在整个呢 就是周期里面 它可能需要一次 完成一次破位 那么 这个 上涨的 这个 这种反弹的形态 可能 比较完整 然后 才能进入到一个 调整的 下跌 调整的过程 然后再上涨 这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现在 这个是一个 不确定的问题 存在这种概率 就是 你看 包括澳币 包括牛币 虽然也都是在 回落到小时级的这个 支撑位附近 也是没有变的 也是没有变的 那么 最后的 可能性 最后的可能性 这个现在真的不好受 我只能讲 这个盘感 最终它带给我 哪种盘感 走哪种形态 到那一天 我去做空它 我现在是无法 完全能够看得清楚 只有到 其实只有到 临近的最后那一个 但是 我是觉得 算上这种 如果 这种如果收成良心 因为明天还有一天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好 正好十周 那么之前的话 那一次我记得 之前给大家看过是十一周 那么会不会是下一周 好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呢 如果假设定义它为 这个点 为一个最后末端的一个小时级的上行 现在我只能说是定义它 不能够确定它 不能够确定它 如果是小时级的话 大概上涨的周期是在四到五天 那么这一天是 这周三 那么 三 四 今天收四 明天周五 那么下周 一 二 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 高点的一个位置 它会不会很巧就达到这个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 所以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但是如果考虑到 它必须在末端去进行一个洗盘 那么最后的这个拉伸幅度 也许会比较大而快速 比较大而快速 那么真正如果到那个地方 今天早上有人说 这个很像是我昨天讲的一个形态 但是不是 这个形态实际上是太短了 我昨天画的那个 所谓这个形态呢 所谓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画的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大一点周期 不是单纯的 比如说这一段应该包含的是 这样一个上升的结构 到末端 然后再反转下去 好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 就是说 一些 这个 就是说我们耐心等着确认 现在形态呢 比较复杂 做短线的话呢 当然可以 但是你说这种 一定是你要能看盘吧 你看这个时间都是 凌晨三四点钟 我是觉得没人能做 如果有人能做的话 多数应该也是自动化教育 自动化教育才能够去进行 因为那是要交给 电脑去操作 好 那么这是奥币和纽币的 那么奥币其实 有人说为什么这样空 因为那天我给大家看过 这奥铁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 奥铁对纽币的上涨 接近到末端了 接近到末端以后呢 纵别两种情况 一种是奥币大涨 一种是 会形成奥铁的一个 大的最后的莫端那个拉升 那目前看的话 我觉得 奥币再有大的拉升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看 所以我还是觉得纽币会大跌 但在这个没有触动以前 它跟纽币走的很相似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也是帮着 一起做这种市场行为 那它是很标准的 利空消息 利空消息 出现的时机 就是数据出现8点半 8点半以后 到了9点一过 就开始拉升了 这就是利空消息 如果你去追控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追控 又会面临这个戏盘 有人追控了 这个有意 我估计应该也没有 这个不好说 因为临时的盘感 有些人可能就会去追控 最后就变成是这么一个结果 最终到底它和纽币之间 会运行成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我刚才只是预测 然后的话 如果它能够最后告诉我 我觉得我觉得我的预测是对 最后纽币没有破 然后奥币破 那我觉得也是ok的 然后进行做空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稳妥一些 比较稳妥一些 好 那么这是我们着重说的 奥元和纽币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黄金 好 黄金的话呢 有点苗头 是从前期的一个上涨结构 到末端是震荡上行 然后在这两天吧 转成了一个震荡下行的结构 最低是到一四二五 上涨的态度是有所 我需要确认 我需要确认 你就是讲这个确认怎么确认呢 因为现在的话呢 这周的话是一个 我们看到这周的话 现在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我们看到上周的开盘价格呢 是在1319 1319 就是他有没有 这周有没有可能性会 跌穿上周的这个开盘价 跌穿开盘价的话 那么就形成了一种 当然我觉得穿最低点 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这个黄金的波动量 还是一旦开始波动的话 应该二十块也是很正常 那么有没有可能性是把它整个包住 当然也可能不包就这个样子 但是我是觉得震荡的上行 然后转成震荡的下行 所以这个还是有时间要在行等待 你做短线吧 可以 但是你说这个点位是昨天凌晨三点钟出现 有人在这里做空吗 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 就是对于这是一种随机性 虽然它符合交易理论 虽然它有半天有人跟我讲 这个点是好点啊 包括拉收的幅度等等等等 都非常好 都很标准 唯一的是时间 三点钟 你能看盘子 然后说你能这么巧 就在昨天晚上看这个地方的盘子 这种就是一种巧合了 对吧 因为大多数情况这种一种随机性的 可能一百天当中有中一次 在三点钟下跌 你每天三点看盘 就会等着一次这个不现实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没人做的 没人做的情况下呢 也就是讲没人做空 所以可能性再跌一轮 思考一下 就是因为它没有做空 所以呢它反弹以后再来一波 也不存在这个地方做空的人 会获利的了结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就要看这个力量能走到哪里去 最终的话我觉得震荡下跌的末端一定是完成一次 不管那个位置 完成一次最后的一波拉升 实际上这就是我在等的 就是你头两个月就一直这样走 然后到开始进行波浪行情的时候 你总会有末端的这波上涨 末端的这波上涨也许不会破掉最高点了 但是呢 末端的这波上涨以后 它就会进入到一个快速下涨的波上 那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去耗费精力 对吧 总会有这么一个行情出现 把时间也能够缩短 当然有人说 接的话现在我只能讲 不能确定它一定不过它 但是如果它能够转成震荡下行结构 并且末端有反向拉升 那时候我可能会相为的确定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依旧处在一个 不确定性更大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希望比如说纽币 有人说纽币可能还要上冲 我希望纽币上冲的时候 黄金可能不上冲 这只是一种希望 一定要看市场的反应 一定要看市场的反应 与它相关的就是也是美日的 美日的话也是没有能够再次的 延续性的下跌 而这个地方 虽然像是一个K线反转的组合 但是今天依旧没有一个延续性的力量 没有一个延续性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种变化 因为它毕竟之前是一个相应性结构 不排除可能会再破再上 或者是不破就上 现在是没有定论的在我这里 可能别人 也许你们可能自己有一个分析 但是我这里我觉得哪种可能性都有 因为这里边的头寸的分布 我觉得比较的混乱 我是读不清楚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是黄金和美日的关系 让大家耐心等一下吧 我们现在已经是1月18号 1月份可能整个转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觉得 其实你们一定要想明白这一点 你把这一段行情错过去 如果是我最终今年证明我的盘感是合理 是因为看它是一个大股下跌的话 它走出来 你要想象一旦有大的波段的下跌或者上涨出现以后 即使是次级波段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不要担心没有机会做交易 只是这个阶段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它可能是一些大的周期转换的一个阶段 然后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这是黄金和美日 好 那么欧元和英镑 实际上都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 英镑的走势 英镑已经快触及到1.40了 1.40的话 就是 进到 就是 我们应该有同一期的 这个 这个点是1.406 这个地点是1.383 所以已经到了前期的那个位置 但是算不算是互换的位置 应该这个有点牵强 应该不是 但是我就讲 这个地方它已经把 可以看到已经把这个 就是 就是脱油这件事情整个的跌幅吧 已经走到了0.618的位置 已经到0.618 所以这个地方多少 就还是有压力的 不见得会立刻的去脱离开它 所以那后面的话 我还是建议就是 今年的同一轮 不以英镑和欧元为主 做过 你后面 不管是等英镑确认高点做空 还是 它回落以后 然后做多欧元 然后等英镑的 再等英镑的高点再去买出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当然短线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这种解盘的方式 没法带大家做短线 因为短线的话 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精确化点外 那些点外的时间点都是很随机性的 哪个时间都有可能发生 在那个点上 有可能是 比如说9点45 有可能是10点33 有可能就是 下午的什么3点21 这都是有完全的可能 这种很随机的 所以没法大家去参与 希望大家能理解 那么这个地方 我是依旧不建议 当然你说短线 那么方向的话 我现在是没有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依旧是可以向上踏升 所以会不会是变成一种结果 就是当我去做空扭币的时候 是其他的品种继续的上空 我希望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 奥币开始很强 就说最近这几天吧 然后比较强 然后呢 市场认为它是最强的 然后呢 我去做空它 然后我做空以后的话 依旧是有4A 其他的这种品种 又再次在拉升 然后我觉得我做空扭币是对的 基本上这个就是 欧元和英镑的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这两天的话 可能欧元对英镑之间 可能会产生一点变化 但实际 它依旧在这个小区间 在这个地方 可能造成这个 可能是英镑有一个大的一个上涨 所以欧元可能有一个下行 但实际上到了今天 现在这个阶段 基本上又快同步了 可以看到又基本上又同步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好的下行 好 那每个家元 就是虽然加息了 虽然上下走了一段 最终回到了中间之 没有标 因为这个相当是符合预期的加息 就是来了一轮上下的一个波动 高抛 如果你高抛低期的 OK了 但是 就是说那你需要 很专注的去提前计划好 我就是看到高点我就卖出 或者看到地点我就买入 但是有一点就是 它虽然空间不够大 因为假设你在最高点卖出 到最点平调只有150 哪有这么刚刚好 你可能正常好一点可能就在1.25附近空下来 1.24附近能够平 对吧 或者是1.24附近买入到现在可能有个五六十个点 也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把那个最高距离都算进去 你实际情况可能只有中间的一段 那这个地方每家的话 接下来运行可能和原油和加币可能关系 可能会减弱 我觉得美元的关系可能会增强 就是和美元的一个走势吧 那么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 因为原油 接近到六五了 这个关口 我是觉得应该停一停的 它停的时候呢 每家可能也 这个上涨的公里可能也会减弱吧 所以看一下 美元 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是 比如说像其他的飞美 拉升的时候 它暂时也还保持在不动 等那些飞美走完墙以后 它呢 在走美元的强势期的时候 它在快速的去拉升 这个也是猜测 这个也是猜测 只是有这种概率 希望大家可能能够去思考一下 希望大家可能能够去思考一下 尽量不要去追美价的功能 现在就接着来 好 那么美元对锐了 嗯 嗯 美瑞的话实际上 也一样 情态上 就是它又 走到了0.96了 但是 这个也是有 大概有 100多点 其实位置和 澳币呢 差不多 比澳币差为的差一点 那比牛币呢 稍微的 多一点 但是我讲过 如果比如说要我选择 我觉得澳元 啊 纽币和美瑞 在同样的 都可能发生后面 美元大涨 都可能会有 反向上升 那我选择回做纽币 因为澳 因为美元对锐狼 担心的就是 它的政府去对它的 汇率进行干预 这种的话呢 相当于是 确实是很长时间才有一次 但是如果你天天做它 那你赶上的几率 基本上跟百分之百差不多 你就行吧 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虽然只发生一天 你赶得上 但你赶得上 我做其他一些品种 所以形态啊 空间啊 位置啊都差不多 那么 那我就不做它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很直观的 很直观的 大家去思考一下 实际上现在的行情呢 能解了解去 也就是这些那个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只能跟大家讲 至于后面 牛逼会不会走出来 独立行情 我也不知道 我希望它是独立 就是我希望它在大地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轮 它是一个相比比例的行情 然后呢 其他品种最好是不要动 然后让它先走一段 然后走一段以后的话呢 然后再说后面 比如说整体的美元上行 或者非美的一个下行 所以我们只能是耐心的观察 好 基本上啊 这个 那么可能接下来 还有一些美国的一些 基本面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像特朗普对于 因为可能 最近的话可能我前一段也讲 特朗普可能会被黑啊 结果现在可能针对的 就是他健康问题啊 今天特意他还公布一下说 我今天多爱催促啊 我精神没问题啊 就我不是精神病啊 没有问题 这个好像在以往总统 还真的没发生过 然后说谁去质疑奥巴马啊 这么一个啊 就是爱运动啊 我们知道他喜欢篮球对吧 就是奥巴马 他经常会打篮球对吧 就没人治理他啊 瞬移之前 他前任小故事 然后可能都没有 就他这 因为他确实是年岁大啊 因为其他的 前任期几位总统 年纪最大的 也就是50岁上当总统 你小的话 小的话 他们都是40多岁小故事啊 所以这个 也就是他可能会 也就是他可能会 会这个 但是 但是按照破例的角度来讲 其实特朗普更有破例 你前任30年的税法 有改过吗 30年30年 一个一个总统8年啊 你就算了 啊 巴巴马 小布什 克林的 老布什 四个加油款 32年 这30年没人改这个东西 他上来就改了 啊 你就可以 可以这么思考 对吧 我觉得他的破例 反而是最强的 啊 所以可以看一下啊 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其实我是期望这样 我更希望就是你看 今天给我走一个这个形态 一直到晚上 哎 你看 连续这几个小时啊 都是有点苗头 哎 那这里会不会是这样的 一直今天就一直走下去 因为今天的话呢 实际上可能 基本面上没什么啊 新开工啊 非常联储 你说那个 这个 当周的小费总 一般都应该影响不大 你说 会不会就一直横下去 横下去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 我一直在等 这个 就是一直在等待它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但是目前 还没有 没有就耐心的 就是所有品种 都趋近于这个状态 好 基本上我把这个扭并就说的 要继续往下延伸了 然后最后看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的 接下来这个如果上货以后 它的空间有点什么 比如上货以后又只走到0.7350 那么可能最后这些人也就不会特别高 这个要耐心的去观察一下 好吧 基本上主要内容就到了这儿了 消息面也没什么消息 这个一般一月份 频道也都很正常 然后等到 3月份的时候啊 进入到美联储的正式的议席的 会议的时候 那么市场应该会 加大所谓的波动 好吧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问一下 耐心等待吧 这个是没办法 但是你可以就是信我这句话吧 应该这个等待以后 三年 未来三年 今年可能还只是 这三年当中的不是最大的 我觉得应该明年是最大的行情 如果今年突破这个整个的 去年震荡状态的话 你可以想象 今年虽然应该不小 但应该没有明年大 应该没有明年大 所以应该是有很多机会做过教育 所以不差这一点时间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嗯 他这个人求名 他在奥巴巴尔在位的时候 他每年都会邀请 当年的那个总管 去这个参观白宫 然后特朗普也是搞笑 特朗普是邀请的 邀请去年的冠军 然后人家不去 这个 这个 挺有意思 完全不给面子 这美国社会 就是这么一个行动 总统就是一个工作者 在大多数人面 他虽然有地缘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买账 挺有意思 我可以来到这些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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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谢谢 我可以来到这些 有点 有点 也 有点 感谢观看 刚才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是 短线的话 其实我一直有在分析 你可以去做 包括你像 我昨天谈判 我觉得也会上升的 概率更高 你要做了就做 这是一种无耻的一种短线 这个东西 我只要去做一个很短 然后没有轻易的去 那个位置啊什么 还是要自己去观察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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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 把心态调整到 就是把它准备去做 波段行情的心态 当然你就听我解谈的时候 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够 尽量去调整 我就能不做 像它所谓震荡式 不是说没有幅度 震荡式是说震幅 就是震动的空间 比运行的波动的空间要大 这就是震荡行情 所谓的波动行情就是 这个地方一走 就不再回头了 中间可能略微调整 接着运行 这是波段行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思维一直是 往这个地方 所以我 我的分析也是往这个地方去 分析 转线的 去进行一些 比如刚才我说 我觉得黄金很难易的 其实这只是一个转线 如果你看到 要一座 就坐一下 因为空间没法确定 下方在哪里 运行到哪里 我现在完全也看不到 也许很长 也许不长 这就是有一些很随机的东西在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去耐心的等待 我觉得这个去年老学员应该都知道 去年老学员 我去年说零音值 以前我没怎么懂教育的 其实去年整个都是过了那个点以后 然后开始进行波段行情交易 进行挤动 加在一起也有将近两三千年都有吧 我觉得去跟今年是一样 但今年我觉得可能一旦波动起来 可能就停下来了 明年甚至一到后年 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震荡 但是不会像这两年的时间间隔这么的长 应该很快又过去了 然后又继续的运行 这些都是 人会很好 会很好 因为我们投机性市场一定是波动越大 对吧 带来的机会越好 当然相对的风险就越高 这都是相对的 好 那如果大家没问题 我们今天解盘就先到这 今天白天有同学 有上过课的同学问 我还是说你自己做的时候 还是要专注在较小的地方 去领务市场 先不要做一个特别大的周期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这个周五吧 看一下市场能否如遇其般的 继续的去做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建立 然后最终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去做我们的策略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